Hello,大家好,我是十三,一个艾雅花的人 看一下我后面这颗三木箱 这颗有两米多高 有差不多八九公分这个样子 我们是嫁接了四个头 这颗当时嫁接的时候 看一下,枝条没选对 我嫁接的是阳台果汁 像这么高的 我们应该是嫁接藤本系列 但是说当时没有枝条 我就随便接了一个上去 接了一个上去 没想到它存活很好 因为毕竟高了 如果带动它的水线的话 像这么高的话 如果下面装不好的话 真的很难带动 但是像这颗 我已经对它打顶过一次了 现在我是对它第二次打顶了 因为它有些花苞 很短,大家可以看到 很短就顶着花苞了 像这些花苞 我们真的要给它剪掉了 还有它原生的真木 原生的真木 我们看一下 像这种也要及时给它处理 这些膜一定要包 因为夏天温度来了 滑友们 温度像这个顶 太高了 我都踩着这个 像我一样 这个妆 每天我对它喷水都不下五六次 可能我有事没事过来 就要给它往这个叶子上喷一点水 可能很多花有时候认为 就是说我们下面要浇水 其实叶子这上面补充水分也很重要 叶子补充水分也很重要 它叶子也会吸收 也会吸收 不是说我们想的就是从根上给它输送上来 同时它叶子也会吸收水分 所以说我们这种森庄 越高的这种 它越需要水分 我们真的每天 有时间就是给它喷一下水 这样才能保证它的成果率 可能大家不知道镜头 拉镜 镜头拉镜我们看一下 像这个都是修剪以后 我们看了 修剪以后为什么说打顶 打顶以后就是这样的 一个牙 两个牙 三个牙 这样它就会快速的形成一个灌肤 但是你说不打顶可以不可以 不打顶也可以 是不是 但你等着它开花 开花像这种森庄的话 很消耗它营养的 很消耗它营养的 我手放在这里 大家应该可以看到这颗有多粗了 这颗有多粗 但是这个瓶种 我还是不太满意 因为这么高的话 因为这么好 它这个 这个朵质这个瓶种 它垂直性挺好的 不会垂下来 所以到时候我在考虑 要不要重新给它 再嫁接其他瓶种下去 现在我是不动了 因为温度高了 欢迎温度高了 我们不动了 我们到了 到了什么时候 到了冬天的时候 我这边到冬天的时候 我看能不能换一下 重新嫁接一个瓶种上去 到时候它这个装就带动起来了 我们嫁接的时候也快了 今天我们给华友们看到一颗这种 比如说13个养得比较高的一颗三角月甲 我们三木香价格的 这也是目前我 这颗也是我目前养到 收集到最高 然后最初的一个单杆 最初的一个三木香的装 我们到时候给大家上效果 这个今年很多华友说 它这个成活 是不是这样已经成活了 这样我们还不能保证它成活 因为夏季 对三木香考验非常大 特别是在我们这边 如果这个夏季 它能安全路过的话 那就是成活不成问题了 我们到时候重新给它换个 换个品种 再嫁接上去 好了 我今天跟大家讲的就是像这种 我们必须要 越高的 越要给它打顶 它原生的这样 水线已经起来了 不用讲了 这水线突起来了 也要很足 好了 今天视频我们就拍到这边